編號N744CK的貨運包機 5月25午夜抵台 向來承攬軍品運輸 卸貨時還有消防車在旁待命 暗示了這一大批黑色包裹 來頭不小 內容完全都確定 都是現貨 那什麼時候開始進行 就是最近 是不是仁熙市刺針飛彈 國防部會莫如生 反倒是美國國務院 事後坦率證實 時隔兩週又來一批限時專送 貨艙卸下了兩組全地型車 外船用於戰場運彈 美國對台軍售低調運作中 用意是加快構築 國軍高低空 防空國王 總統蔡英文 續免艾三飛彈營 答謝部隊撐起北台空防保護傘 因為單靠空中兵力 已經不足以抵抗共軍入侵 不只各型軍機數量更多 飛得更遠 造艦速度更是可觀 兩岸軍力消長 美國國防部的最新報告顯示 解放軍104萬地面部隊兵力 是國軍的10倍以上 就算只看對台第一線的東部 和南部戰區 人數也上看41萬6千人 而戰甲車 各型火炮 數量上同樣佔絕對優勢 再來空中戰力 F-16 幻象2000還有IDF 300架主力戰機 台灣空軍放眼世界各國 規模其實並不小 卻只有中國大陸的六分之一 而讓美軍也倍感壓力的 海軍陣容 驅逐艦還有各型巡防艦 現有的就超過300艘 而常規和核動力前艦數量 更是讓海權天平完全失衡 這還沒包括 具備電磁彈射的航艦福建號 不久的未來也將入陣 我們不太可能跟解放軍 進行直接的一個軍備競賽 但是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要先確定 我們自己的戰略目標 因為美國跟解放軍 跟中國跟我們的戰略目標 是不一樣的 我們就絕對是一個首勢作戰 實現豪豬戰略 不論大幅天購飛彈 或小而致命的國艦國造 天下都沒有免費的國防 2018年緊張情勢升溫開始至今 中國大陸軍費短短五年之間 從一兆1017億人民幣 激增了近3500億 台灣雖然只有1.16 卻也因為基建頻繁襲擾 戰備徵詢增加 法定預算也從3231億 一路增加到現在的4150億 這還沒包括特別預算 何況不對稱作戰 也不是萬靈丹 我比較喜歡用交響樂 來做一個形容 你交響樂可能就是 要有不同的樂器 才能演奏一首很好聽的古典樂 軍事力量也是 不過不對稱兵力 可以發揮低成本高效的效果 可是它只有在暫時可以使用 你在成平時期 面對中國的船艦跟飛機的洗腦 你不可以把它打下來 因為違反國際法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定比例的 正規兵力 要有軍艦去監控中共的船 要有戰機上去監控中共的飛機 而且神兵力氣 也要人力足夠才能運作 我相信台灣 需要維持和困擾 它的保障力 這意味著 讓台灣年輕人和女孩 在國民兵充實後備戰力 充實後備戰力 一年制衣物役恢復在即 在2024年心血注入之前 得先讓老兵們重溫手感 三分鐘之後 三支連 開始上課 開始動作 四腳輕腳步 一號腰發 二號腰發 零號中央 零號中央 一號中央 八四 因防務需求 國軍近年致力於提升 後備戰力的直跟量 也因此訓練時間加倍的十四天心智較招 也應運而生 不只是實彈射擊 彈藥素越打越多 到2023年 每個人的步槍彈來到138發 甚至連野戰保修 也被列為戰鬥支援部隊必修課程 直擊野戰二級場 輕行輪車洗地而修 畢竟戰爭一旦發生 運輸刻不容緩 同年更是不能中斷 起台一飛 一 二 校園草皮上架設臨時基地台 出處戰場實時訓練 十四天叫招 實行一年後 學生 民眾 正逐漸習慣眼前景象 軍方如今預計每一年 安排11萬退伍民眾 找回戰訓記憶 因為要因應犯台軍力 24小時之內得動員30萬人 曾經有共軍的軍官 曾經提過一個評估 就是說當共軍這一波軍改進完成 他的聯合登島作戰轉型成功之後 他們認為國軍至少需要30萬的地面部隊 光是地面部隊不含海空軍就要30萬 然後呢要去束手大概85%的台灣地區 由這些動員組成的後備部隊 束手在譬如說特定的據點跟陣地 然後呢去吸助共軍的進攻部隊 或者是說拘束共軍進攻部隊的行動 然後呢替我們長備部隊機動打擊 創造機會 然而滿足實體兵力只是基本需求 因為新型態的威脅 國軍才準備摸索 對台灣來講其實目前來講 面臨最大的一個挑戰 可能不是各位去想的是 陸軍 海軍 空軍 反而是在太空這一塊 跟電子戰這一塊 那也就是中共可以透過 他的載軌衛星或者無人機 可以對台灣做一個戰場的一個 透明的一個監控 衛星發射數量 中國大陸對美激起直追 對台的訊號干擾和屏蔽 未來恐怕雙管齊下 超商 高鐵 電子看板 一瞬間全成了恫嚇媒介 2015年解放軍第五軍種 戰略支援部隊成立之後 電子對抗旅在各軍各戰區 都是常規編制 三軍未發 資電先行 正成為趨勢 國軍準備好了嗎 也就是告訴我們說未來作戰 網路作戰這樣的一個作為 其實是不會只有更換你的網頁 或者是繁體字變成簡體字 它目的其實就是全部癱瘓掉你的網路 基本上讓你連不到看不到 或者是你能看得到是他植入的訊息 讓你看到的是他的假訊息假新聞 所以基本上其實我們要認知到 未來作戰 其實網路戰一定是在戰爭之前就開打 到戰爭結束 它是整個灌戰者作戰前程 養兵千日 沒人希望真的派上用場 但為戰爭做好萬全準備 才是維護和平 最佳解放